台中知名饭店22号举办征才活动 而目前担任芙蓉大饭店行政总主厨的阿基斯 为了寻找优秀的服务业传人 亲自上场当面试官 针对饭店常见的服务问题 考验应征者的反应能力 知名主厨阿基斯 亲自当起服务业征人活动的主考官 测验应征者是否能将学校所学 转化到食物应用上 如果你是主厨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应 什么东西都在长 不可以给客人长 让它很多样化 然后去压低那个层 应该要去跟你购买的厂商计较 你刚刚所讲的过程都对 但是可以做得更好 更专业 好不好 来谢谢 欢迎你来 加油 在服务业从事第一线工作人员 往往都有被客人百般刁难的经验 面对这些问题 阿基斯也提供丰富经验 给求职新鲜人 专业行为 专业至尊也很重要 绝对不容许一些不合理的客人 对于我们的侮辱之类等等 但是如果真的碰到 一定会有 一定要委屈求全 除非对我们人生造成伤害 造成性骚扰 造成不礼貌的举动 可以当下制止 要不然通通都不行 面对近日掌声四起 月支出只有台币2000元的阿基斯 还大方秀出了他穿了两年多 即使鞋底已经穿裂了 还舍不得丢的鞋子 对吧 这没老醉就好了嘛 从做菜到生活 简直态度 一以贯之 阿基斯也鼓励大家节流 降低对物质的欲望 这也许是当下抗涨的最好方法了 新唐亚特电视 高建轮毂梅乡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